2023年,可以说是中国蓝潭治黑治案的一年 从年头的新疆退了又进,上海江苏打甲球 再到优势期女蓝33分大胜,拿亚军 蓝蓝世界杯致敬国足,最后NBL直接内定冠军 真的是精彩分成,每一件说出来都是相当炸裂 本支影片,我们就细说2023年至今 中国蓝潭发生的五大离谱事件 第五件,新疆周旗事件 2023年3月,新疆蓝蓝一纸公告 宣布退出CBA,引爆中国蓝潭 随后,周旗为不发布小作文,痛指新疆蓝蓝不道德 一时间,事件扑朔迷离,看得人是一头雾水 早在2017年,周旗帮助新疆拿下CBA总冠军 夺得对食手冠 新赛季,周旗登陆NBA,结果一年就被火箭裁掉 本归CBA后,周旗和新疆续约两年 这期间,新疆在周旗身上的支出超过了4900万元 其中购买美国进口营养品,就花了近1000万 时间来到2021年,双方合同到期 由于CBA现薪,周旗留在新疆得到的薪水 已经与此前的2000万不可同日而已 最多只能拿到720万 那么既然现在薪水少都可怜 新疆又没有独冠实力,那还不如去别的队争冠 于是周旗便想恢复自由身 然而新疆投入了这么多,哪肯白白放他走 根据2018年CBA出台的新规 新疆拥有周旗的顶薪续约权 只要开出顶薪,周旗就走不了 这就让周旗团队非常恼火 最后直接和新疆撕破脸 使命举报老同家存在参赛单位主体混同 违反工资贸规定的各种问题 并向CBA提交仲裁 结果,可想而知 球员哪都多过资本 周旗最终败诉 导致无球可打 只能去NBL澳洲摩尔本流浪 人在他乡 终归日子不好过 周旗在2022年底离开了凤凰队 终于能走了 回到中国后 周旗又是在海南冲浪 又是在四川打高尔夫 但就是不打比赛 这下可把蓝蟹击坏了 眼看就要被沾世界杯 周旗可是国家队大腿啊 这么拖下去可不是办法 于是在2023年2月 蓝蟹终于出面干涉 认为新疆男蓝存在严重违规 周旗举报成功 恢复自由身 对于这种人才两失的处罚 新疆男蓝坚决表示不服 并进行申诉 然而蓝蟹根本不予理睬 弃者新疆宣布直接退出CBA 怒使蓝蟹管班不分 是阻碍篮球事业健康发展的障碍物 对此 姚明也只能表示遗憾 但是谁又会和钱过不去呢 仅过了半个月 新疆又宣布重犯CBA 并且没有任何处罚 在蓝蟹的斡旋下 各方求同存异 新疆最终将周旗交易至广东 换来赵锐 虽然这次的多方博弈 最终得到了解决 但这场耗时四年之久的闹剧 也一把扯下了中国职业篮球 那张愈发成熟的遮羞布 2024年4月14日的CBA季后赛首轮 上海江苏第三战的最后阶段 双方上演了一场拙劣的假球表演 原本领先四分的江苏 今天出现第一级失误送分 短短几十秒 就被上海打了一波10比0 最终如原松对手进击 给所有球迷都看傻了 赛后 上海江苏打假球 立即登上热搜 引爆篮毯 这就是极度丑陋的414 护苏假球事件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要追溯到常规赛最后一轮 当时上海对阵北京 第三阶打完 上海大比分领先 但是为了让队中的 王哲林刷分竞争MVP 上海依旧保留了大部分主力 最终王哲林狂刷61分 将赛季数据提升了 场均21.8分 11.7篮板 顺利拿下MVP 然而比赛中 北京圈因不满对手的羞辱 与上海外援不来得索爆发的冲突 双双被驱逐出场 雪布被判禁赛4场 而正是这次判罚 也为假球事件 埋下了伏笔 CBA几后赛首轮 是三局两胜 如果正常打 上海可以稳稳地 2比0横扫江苏 但代价是 雪布将缺席下一轮 对阵深圳系列赛的前两战 所以最好的情况 就是和江苏打满三场 从而减少雪布的确证场数 目标明确后 接下来就是上海的骚操作 第一战 上海轻松一下24分 打包对手 第二战 上海各大主力因伤缺阵 最后凭借银水基球员 顺利输球 比赛之后 激进了上海球迷 为主球队大巴 再要求退票之余 高喊李春江 滚出上海探 然而第三战 风云突变 没想到此前 雷入的江苏 竟然和上海打得有来有回 直到最后两分钟 江苏依旧领先四分 此时 李春江坐不住了 说好的默契球呢 怎么打成这样 于是载入史册的戏剧性一幕 出现了 江苏外援布莱克尼后场接球 左手被运 但右手不接球 送对方一个抢断 还赔上一个犯规 随后 江苏发底线球 就直接把球扔到对方身后 再次将球权拱手让人 下一回合 江苏再次出现发球失误 让上海打成反击 最后布莱克尼在中圈被吹回场 还因为抱怨裁判判法 洗踢一个踢 短短90秒 江苏连续出现五次离谱失误 上海从落后4分 瞬间反超4分 最终如愿以108比104 淘汰江苏进阱 然而最骚的是 江苏总经理史林杰 看着球队输球 还坐在场边无嘴偷笑 而主教练李南则坚决不交暂停 相信球员们可以自我调整 赛后 全网骂声一片 如此拙劣的表演 真是把球迷当傻子 两天后 顶不住舆论压力的篮鞋 被迫开出了历史激发灯 一拼重路 以消极比赛为由 取消两队赛季名次 削减500万经费 李春将取消教练员资格5年 李南3年 史林杰限制从事篮球相关活动 5年 处罚公布后 不少球迷直呼大快人信 但即便如此 CBA联赛的公信力 也已然成为了笑话 第三件 女篮胜33分 拿亚军 试想一下 如果对面有一位2米27的大中锋 而我方全员都是1米6 正常打 肯定打不过 那么该如何制定比赛规则 才能确保在决赛输球的情况下 依旧拿到冠军呢 没关系 如果怎么都想不出来的话 那么就让中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领导们 给我们好好上一课吧 2023年8月 在中国优势器女篮决赛中 山东队中锋张子宇 狂看30分21篮板 率队于96比63 碾压浙江 大胜对手33分 但最终出路的结果 却让人看傻眼 山东队坚取得亚军 浙江队 反倒成了冠军 如此离谱的剧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评分机制上 有猫腻 决赛得分 只占75% 还要算少15%的体测分 以及10%的基础分 而这25%的附加评分 操作空间可就大了 考虑到张子宇身材高大 但移动缓慢 弹跳能力有限 那么就在体测项目中 增加折翻跑 力定跳远 跳绳这些项目 那么是不是瞬间 张子宇就从大腿 变成了拖后腿 所以山东队一看 你让我一个2米27的球员 拼命去做这些项目 一旦受伤 可得不偿失 所以为了保护张子宇 山东队根本就没让他去参加测试 然而你可以不参加 但那可就要按0分处理 这就导致山东队最终在技术成绩 排在第5 体测名次 仅排在第10 而反昏浙江队 在这两项上 都排在第1 所以综合下来 就算决赛山东赢了33分 但总分 依旧是浙江更高 以体测数据 拒绝了最终冠军归属 着实让人打开眼界 就算放眼整个篮球历史 都是极为罕见 在这节比赛中 张子宇打出了统治级表现 半决赛和决赛 合计贡献68分38篮板 而今年 他也才只有16岁 未来很有机会进入国家队 可悲的是 即便他打出如此亮眼的表现 却依旧无法带队夺冠 在领取MEP奖杯时 领导听了台下的掌声 满面春风 而张子宇脸都绿了 试想 这换了谁 心里会好受呢 第二件 南南世界杯 致敬中国男足 原本最让中国球迷期待的 南南世界杯 最终却成了笑话 号称亚洲第一联赛的CBA 派出的球员 却在国际赛场上 毫无对抗能力 最后惨败到连奥运资格赛都没进去 最经典的 还是那当领导微问图 原本在酒店休息的 南南队员们 突然接到通知 到大厅集合 规划球员李凯尔 还以为要进行特训 赶紧穿好球鞋 结果到了大厅才发现 其他人都穿着脱鞋 大家站成一排 听领导讲话三分钟 这个阵仗 李凯尔觉得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 当然 最后还不要忘记拍一张照片 以表领导对本阶比赛的关心和重视 然而比赛结果 就不知道领导满不满意了 小组赛首战 中国惨败塞尔维亚42分 赛后 伯格兰嘲讽说 打中国没压力 但接下来的对手 也要重视 南苏战虽然第一次打世界杯 但他们有很多真正会打球的队员 而波多黎各在世界杯上 总是很难被击败 他们知道如何正确打比赛 这番话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那意思就是 中国南篮 没几个人会打球 第二战队阵南苏丹 中国队被对手15级3分打猛 末节彻底崩盘 以20分之差落败 而最搞笑的是第二届 周期罚球 第一罚短了 第二球 调整下 结果更短了 只见了个罚球三不瞻 赛后 南苏丹规划后 卫琼斯表示 中国的作为一个整体 打得不错 但没有哪个特别突出的球员 换句话说 就是整体有点配合 但不多 我不是在针对谁 在座的各位 都很菜 值得一提的是 南苏丹 可是一个连室内篮球场 都没有多少的国家 第三战 对阵波多黎各 结果依旧不意外 中国的再次遭遇惨败 输了18分 整个小组裁下来 第一战揭幕战 第二战生死战 第三战 北京战 而作为CBA联赛 两届MVP 单场狂刷61分 14篮板的王哲林 三战场均3.7分 4篮板 投篮命中率40% 罚球命中率37.5% 场均正负值 不识7.3 最后的排位赛 中国南兰先是7分 坚然击败安格拉 收官占有狂输 菲律宾21分 最终成了克拉克森 4分钟狂轰20分的背景板 彻底无缘奥运会 更尴尬的是 菲律宾主角的 在赛后采访中表示 自己只是要求球员们 能开心打比赛而已 世界杯结束 中国南兰拿到了 32名中的第29名 致敬中国男足 第一件 NBL五罚一致 陕西退赛 2023年9月 在中国NBL联赛总决赛上 安徽文一 主场对阵陕西信达 比赛第四节 还剩3分37秒 陕西队因为遭遇黑哨 气得直接全员退场 裁判随即宣布 安徽文一 以20比0获胜 虽然NBL 只是CBA下面的刺激联赛 但蓝鞋还是非常重视 这次蓝鞋副主席 兼CBA董事长徐继成 就高座看台嘉宾席C位 而另一位副主席龚鲁明 竟然坐在安徽替补西都站 要知道 他曾是安徽文一队的董事长 这里面本身 就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裁判怎能不给面子 比赛第一节 就出现了多达7次错判误判 并且都是对陕西不利 可到了第四节 陕西还是1910比85领先 此时裁判突然开始发力 陕西防守连续被吹犯规 一个正常的转身过人 被吹走步 内先进攻被吹3秒 中间因为陕西教练团表达不满 还被吹了4次寄出犯规 主教练领队都被驱逐出场 而安徽队则获得了5发一致 罕见的连续罚篮5次 直接就将比分返超 第四节还剩3分37秒 陕西落后6分 此时队员们接到通知 纷纷走下场 当安徽队还以为是暂停 在场边布置战术时 陕西直接退场了 不跟你玩了 此时 台上的徐继承 看得脸都绿了 而他旁边的球迷们 则露出了见兮兮的微笑 这下 丢人可丢大了 你让领导难堪 那领导就让你好看 最后 来些迅速开出罚单 陕西迅达被罚100万 取消赛季比赛成绩 而安徽唯一 直接颁奖 7场4胜之的总决赛 安徽1比0横扫陕西 勇夺总冠军 而对于裁判黑哨问题 蓝鞋没有做出任何处罚 只是公布了一张裁判报告 显示全场吹罚70次 错判13次 错判率高达19% 而这还不包括第四届 被热议的三个争议判罚 最离谱的是报告上说 安徽对陕西8号球员犯规 而8号球员 压根就没出场比赛 就说的报告 出的有多草率 这场比赛过后 陕西对直接订了火车票 第二天就返回了西安 而在火车站外 无数球迷 正在等待将士们的归来 他们拉开横幅 表示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这就是群众的声音 陕西球员在遭遇不公后 也得到了中国各地球迷们的支持 有的球员 更是泪洒现场 然而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 是安徽文艺 全队举办了名为四冠文艺 荣耀嘉敏的庆功宴 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 安徽队却大摆庆功宴 难道是庆祝自己 熬战三结伴 就稀奇的总冠军吗 其实对于广大的球迷们来说 有时哪怕球打得不精彩 都没什么 他们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公平 公正的竞争环境 能让体育赛事 真正远离人情事故 和暗箱操作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哦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